新竹竹東分局前廣場 兩隻白色舞獅直接靠上去 去年九月有新人士選在前分局長 江建中交接離開時 以五白獅等喪事陣頭 刻意挑釁挑戰公權力 引發哗然 當時警方抓到涉案人 事後法院判決有罪定驗 但當時現場還發現有好幾名 三環邦成員圍觀錄影 專案小組追查八個多月 抓到幕後藏鏡人 其中這名蕭姓男子在旅館被逮 他和另一名蕭姓男子 平時就是地方惡霸 料人毆打被害者到處滋事 以犯下多起妨害秩序 和暴力討債案 三環邦成員蕭姓男子 因惡行重大被生壓獲准 蕭姓男子則是以十萬元交保 趕在太歲頭上動土 警方強勢執法一個都跑不掉 三環邦成員張豪 憶章正豪 新竹報導 一下眼光 三船